演奏完毕 正式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两支球队在历史的交锋当中 一共有18次的交手 主队江苏苏宁一购是5胜5平8负 不过在最近两个赛季 两支球队联赛的四次对话当中的话 江苏苏宁一购是3胜1平的一个成绩 是非常的不错 方面当中现在给出的是 客队北京中克国安 今天的一个首发阵容的名单 随着比赛进行的话 新鲜老师跟我再陪各位球迷 一起来分析一下球文 在场上具体的站位 新鲜老师咱俩一会儿也是尽快速的看 然后陪着球迷的一块儿 好好地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 好的 应该说今天 北京中克国安队张宇的出场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身高1米90的中后卫 以投球见长 中超的首秀 他去年在预备队的联赛中 有不错的表现 北京中克国安今天场上的队长 是奥古斯波 而对应的江苏苏宁一购的队长 大家的老熟人国脚无锡 无锡在上一场同贵装平松的比赛当中的话 是受了一些小伤 也让很多球迷 甚至苏宁一购俱乐部呢 是有一点点的担心 不过现在看上去 恢复情况是比较的不错 当然说起球员的商定问题的话 可能啊 现在苏宁一购的外援 稍微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呢 新鲜博阿基耶 包括拉米雷斯 都是由于身体的原因 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塔米罗可用的两名外援 在目前屏幕当中 已经是打出来了 特希拉以及前意大利国脚 帕莱塔 在之前那场比赛中 帕莱塔的表现非常精彩 尤其是在后方线 看不出来 他已经有很久 没有打这种正式的比赛了 而这场比赛呢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对手的两位外援中锋 实力都非常强 没错 刚刚屏幕上给出的是 两支球队今天 替补阵容上的名单 其实由于新赛季 由于这个U23球员的使用政策 U23球员的上场的人次和外援 必须对等 但是呢 非常有意思是江苏苏尼一购 也就是卡贝罗 今天所排出的球员阵容 其实首发呢 U23球员已经跟外援对等了 这意味着卡贝罗后三手的调整 是可以根据场上的形式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 去排兵布阵的 但是对于施密特来说的话 北京中国安今天在客场 必须得踢得更加主动一点 因为他们的U23的球员 只上了维士豪一个 但是外援却上了三个人 镜头给到了特切拉 首场中超联赛 梅卡尔杜 对应的这边是奥古斯通 也是北京中国安的中场核心 也是巴西裹脚啊 如果他能够保持一个 还不错的进入状态的话 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他会为巴西队出战 之前在国外的媒体当中 巴西可能也是俄罗斯世界杯 最具夺冠热门的球队 好 这边的话 随着主裁判 石真录的一声照响 PPT为您带来的 2018赛季 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第二轮江苏苏宁一购主场 对上北京中国安的比赛呢 上半场是正式开始 主队江苏苏宁一购 今天所身穿的球衣呢 是蓝黑的剑条身 他们的上半场是从平衡到左侧 向右侧进攻 而客队北京中克国安传统的绿色战袍 在前45分钟 从平衡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本场比赛的中文解说 由兴廷老师和我梁湘宇 为大家带来 比赛开始之后呢 还是给大家先来播报一下 场上两支球队的首发的阵容 我们先来看一看 主队江苏苏宁一购这边 在门将的位置 依然是一号的顾超 后防线上的后卫 左右两边分别是28号杨孝天 和24号吉祥 中空一搭档是2号李扬 以及29号的帕莱塔 在中场方面的话 队长22号吴希来领衔 在他两侧 包括了16号U23球员高天逸 和3号金元田一农 在进攻线上的话 32号U23球员黄子昌的位置 可能会居中一点 谢蓬佩获得了他这个赛季 第一次首发登场的机会 而另外的一边 则是球队的当家进攻核心 10号特谢拉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北京中克国安 今天在场上的一个首发阵容 在门将位置上的话 是1号的侯森 后防线上的后卫 包括了4号李磊 3号于一阳 24号张宇 和28号的江涛 中场方面的话 韦氏豪 奥古斯托 池中国和朴城 是首发登场 进攻线上 比埃拉 他的活动范围会更大一变 而顶在前面的是17号 巴坎布 来看看苏尼一购 左边路的这次进攻 右边的防守 国安的队员将球断了下来 应该说今天 北京中克国安队的 六处人员调整 包括池中国 张宇 这些球员 韦氏豪的出场 球队的站位呢 很有可能会做一个变化 我们具体说 也是在比赛中 再来看一下 现在看上去的话 苏尼一购这边 特谢拉和32号 防守枪的位置 会相对靠前一点 那防守的时候的话 谢鹏飞他的站位 要稍微往自己身后的 右侧回撤一点 做好防守补位 站位的补充 这是4号李磊 右脚打脚向前 开出这个皮球 11号谢鹏飞 国王也是有在杭州历程 效力过的经历 这辆比赛关于控球的争夺 应该说是 北京中克国安这边 可能会占据一定优势 在去年的北京中克国安 也是整个中超控球率 第二高的球队 好 我们来看看 右边路谢鹏飞 调整过来换左脚的船中 这球呢 并没有完全开起来 中克国安队员回防 比较到位 但是在国安 向后场往前开大脚的过程中 对于高球的争夺 帕莱塔占据优势 前场抢得非常的凶 24号吉祥 一直是逼到了这边的位置 帕莱塔再把球往前给 中克国安的反击 这是一个类似于单刀的机会 这次右边路的补防 这次右边路的补防 非常的及时 应该是维士豪刚刚的个人突破 那是杨孝天拖在最后面呢 对球队呢 由攻转手的时候的一个及时补位 这球出了底线 比赛开始之后 两个球队呢 并没有过多的客气跟寒暄 直接是断兵相接 打得呢 非常热闹 球速皮球整体的运转 也是节奏很快 应该说两阵球队 从东迅的效果来看呢 江苏宋宁一购这边 做得相当不错 包括杨孝天连续两场比赛 刚刚这一次球处理的也很好 上一场比赛助攻也很犀利 脚球进区之内 打脚的解围 再把球往进区里电回来 这次防守队员的处理球 也是比脚的干净 中和国安队员这边的话 也是要防一下 江苏宋宁一购的反击 所以他们在后场留的人也挺多 南京奥体中心 它的这个转播的镜头呢 比较的靠上 所以说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 更容易清晰的看出 两支球队队员具体的站位 我个人认为 北京中和国安这场比赛 打得跟我们赛前预计 可能有一点出入 打的是更接近一个4-3-3的站位 奥古斯托 池中国和朴城的三个人 等于是一个三中场 而韦世豪和比埃拉两个人 等于是作为两个边风出战 风线顶的是巴坎布 而四名后卫呢 还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四人 没错 这对于施密特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 这一次奥古斯托在近期外的 远射尝试 稍稍高出了球门 这条打门的质量呢 挺高的气质 我们看比埃拉在拉斯巴尔马斯队 是打中路的位置 在今天的位置 他应该是跟韦世豪处于两边 而且两个人不断地有换位的调整 这可能是施密特教练 对于比埃拉的用法 对 这是比埃拉的中超首秀 镜头切回来 中阵关进区前的进攻 这球要往右边录分 想打一个小的配合 进区之内的防守 11号谢鹏飞将球破坏 这球断了下来了 苏丁伊购队员这边 看看能不能打出反击 特谢拉完成了第一个过人 完成第二个过人 个人向中路的盘盖 再向左路送出的直传 右边已经有高速的插上 来看看怎么处理 这一次的铲球被放倒了 主裁判时之路 距离事发地点比较近 苏丁伊购获得前场 左边的定位球 大家为什么从第一场比赛之后 就说好像特谢拉在进攻中 跟队友之间的配合做好了 其实特谢拉还是那个特谢拉 只是他的队友跑得多了 特谢拉就能够找到 合适的传球路线 这一次反击打的思路非常清楚 很典型的意识足球的反击 首先要有一个最强的爆破点 就是特谢拉这一点 另外的话 其他队员你得跑起来 得跑出控当 一个是为特谢拉分担 个人进攻时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跑出控当 让进攻的这种思路 打得更开阔一些 定位球 进去之内 江苏一购队员是有六个人 落点 进去外 直接来一脚 这球没有踢上 调整 再跟上去 打高了 今天包括章鱼可能出场的原因 赛前也是根据一下数据显示 江苏苏宁一共是整个2017年 中超联赛高空球争抢次数最多的球队 两支球队在地面球的争抢 和抢断次数上都相差无几 但在高空球的争抢上 江苏苏宁一队是明显次数更多 这场比赛 北京中央国安队 派上一个1米9的中位 在高空球的防守上 也是这方面做出一些自己的考虑 两支球队的打法风格特点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中和国安这边 可能在技战术 在这个小技术的传控上 会更注重一点 而江苏宁一够 现在他们的打法 要更加的简洁明了 追求高效 同时空中球 随着帕莱塔的加盟 无论是攻防两端 都有很高的优势 把杆布这个球漏了过来 奥斯托再向右边路进行转移 前场 奥斯托要再来一脚 这次是低射 这是奥斯托今天个人的第二次远射尝试了 位置差不多 不过打人的方式有所区别 在上一场转播 北京中央国安的时候 我提到了一项数据 奥斯托在施密特上任之前 场景传球40次 而施密特上任之后 场景传球高达72次 区中区别就是施密特上任之后 把它放在后腰位置 不过今天开季的两场比赛 第一场它的先发位置是左前位 而这场比赛的先发位置 更接近于三中场中的左中场 我想对于奥斯托的使用 现在整个北京中央国安队 也在不断的调整之中 但今天中场的争夺 肯定会成为焦点 双方都是三中场的一个配置 江苏苏宁一购上一场比赛 三中场表现非常好 没错 江苏苏宁一购的三中场 本身无锡他的攻防两中的经验 就比较丰富 而另外的球员16号高天忆 和3号国内的新员田一农 两个人的特点都是能跑 覆盖面积是极强的 也是能够帮助无锡 去解决一下防守当中的困难 刚刚那一次江苏宁一购 左边路的定位球 其实就是田一农 在反击当中 他拉到了左边 造成了余扬的一次犯规 刚刚这个镜头看到的站位 还是比较明确 先看这一次 来看看这个球 比埃拉 帕莱塔赶过来的防守 比埃拉更灵巧 而帕莱塔更具备力量 这次的回传 奥古斯托吸引了两名 江苏宁一购队员的防守 第三个人再上来 第四个人再过来 连续的拼抢 是把球断了下来 后场 这一下向前的汤球有一点大 奥古斯托将球断下 分给比埃拉这边 面对吉祥 左边路 李磊加速 自己的身体平衡 没有调整好 这个球是出的底线 李磊这名队员的特点的话 大家也比较熟悉 就是体能非常的不错 往复奔跑的速度也很好 上半场比赛开始 已经是十分钟的时间了 双方打的整体节奏比较快 中和国安的队员的话 在追求着控制和压制 而江苏宁一购坐镇主场 他们则要打出更为高效的反击 这确实 江苏宁一购从去年也不是这种控球型的球队 而且球队在射门效率这一项环节上 比起北京中和国安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像现在如果说场面略微有点被动 对于江苏宁一购的球迷来说 也不用过于着急 他们更注重的是反击的效率 梁晓天 这球做给到中路 无息 再找一下特谢拉 特谢拉的左边 直接传中 胸部停球 小角度 观察一下队友的跑位 稍作犹豫 机会稍微有点小了 打得很挤 再回产回来 再扣一球 这是一次很明显的犯规 球一旦推进到了前场 感觉江苏宋宁一购的队员打得是比较的有耐心的 而且今天毕竟也是张宇这种中超的首秀 我感觉他好像刚刚这个球处理起来稍微有点经验不足 是让了一步让对手在禁区里拿住球 对 而对于江苏宋宁一购来说 像这样一点可能会成为问题的一点 可以多加利用 254刚刚被迫做出的铲球 也是送给了江苏宋宁一购这边一个定位球 这个定位球的位置已经是进入射程了 镜头是给到了无锡 这边的话24号吉祥也是站在球前 吉祥在上一场的也是这个赛季的中超首秀当中 先踢右边后卫 在下面场的话 随着卡皮罗的人员调整 他又是回到了前锋的位置 而且又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这球可传可打 感觉这样打门的可能性很高 看一下怎么处理 猪跑没有绕过人墙 不过通过转播画面来看 这球的力量应该是挺足的 确实 古超 古超在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当中的话 个人的状态也非常的不错 经历了调整 经历了伤病之后的恢复呢 包括自信心方面 也是在第一场联赛完全踢出来 维师豪 这也是目前中国新一代 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佼佼者 那算是炙手可热的一名球员 关于他加盟到北京中国国安队之后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定位 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需要通过比赛来看 没错 他又可以打边前位 又可以打边风 还可以去打替补的前锋 就如星体老师所说 大家仔细看一看北京中国国安场上的 23号和7号 分别是比埃拉根队之后 两个人的跑位跟站位是非常的飘忽 你没法定义他到底谁在左边 谁在右边 两个人呢 就像是小行星一样 得围着巴坎布去踢 相对来说呢 北京中国国安队这一套打法 相比上一套的索里亚诺和巴坎布的双中锋 在中场等于是增加了人手 灵活了 哇 这球前场断了下来 再向前送出的支塞 来自特谢拉和黄紫山两个人的配合 特谢拉其实以他的个能力 刚刚再带一带也行 中场的连续出球 双锋的对角 这球还是对下来了 这是中国国安的机会 进区前调整 左脚打门 踢撕了这球 应该是来自朴成 这球有一点危险 就是江苏宁易扣在中场的对抗中 一对一的时候容易吃亏 受限于球员的个人能力 刚刚是几次对角 对来对去 朴成还是把球拿到了自己的脚下 高球 中场 高天义在向左路进行转移 特谢拉脚下很快 很机敏 个人中路的盘带分到中间 调整 右边 斜鹏飞 怎么来 左脚 要打门 侯森做出了扑救 今天还有机会 再抽一脚 这一脚球的力量很足 稍稍偏出门框范围之内 来自无锡 这次进攻非常清楚 特谢拉进攻北京中国国安队 比较薄弱的右路 吸引了大量的兵力 在另外一次就会获得机会 应该说这两脚打门质量都还不错 都挺高的 追求的力量和速度是优先 而刚刚特谢拉呢 他的最大的优势 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也强 而且他今天呢 从左路到中间的内切 已经这是第二次的尝试了 而且还可以把球再分给队友 我觉得江苏苏林一购 这两场比赛 哪怕这场只踢了十几分钟 能够给你感觉到 他在前场投入的兵力 这种跑动是明显增加了 有很多的接应点可以处理 今年江苏苏林一购的球迷 真的可以期待球队在进攻中 比去年会有更多的斩破 在整个2017年 江苏苏林一购在主场 一共只是打进了18个球 在进攻方面呢 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这球传中 传的球速是比较能慢 胡超将球拿到 来自李磊的传中 这是北京中国国安队的 一个传统拿法 在去年北京中国国安队 是中涛传中次数第二桌的球队 今年的传中次数 肯定也少不了 尤其是有了巴函部 这样的球员 中路 又是直接的身体对话 这次帕莱塔是占据了优势 右边 双方打的节奏可真快 今天这16分钟的比赛 谢鹏飞 吸引了两名队员的防守 想把球往回扣一下 再上前 松尼购队员有倒地 裁判并没有响哨 双方直接的身体对话 这次吹了江苏松尼购队员的放归 这个比赛节奏踢上去 感觉对双方队员的体能考验挺大的 确实是这样 不过说起来 在整个2017年的话 江苏松尼购是中超跑路第二桌的球队 就跑来说江苏松尼购 应该说是不害怕中超的任何球队 这样的节奏 或许也是他们这些年轻学员更喜欢的 随着比赛进行的话 我们再来细致的来看一下 北京中和国安队员的站位 我们现在感觉韦诗豪和巴坎布 两个人踢得有点像双前锋的意思了 比赛拉的位置相对他们来说会靠后一点 其实在中场方面的话 比赛拉包括朴城 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更加在两个边路做一些文章 而在中路的话 奥克斯托跟吃中国的站位会顾问稳一点 双方的动作都不小 反而来再将球踢出边线 这次是里昂 28号江涛 刚刚这倒地的连续量产 踢的也是够拼了 连续量产动作不小 无惜他在中场更多的任务除了自己的进攻之外 因为给周围的两位小兄弟指导一下站位和场上及时的踢法 今天江苏孙明哥因为在防守中对手前锋球员跑位非常灵活 很难形成点对点的防守 主要还是在区域中卡住位置为主 这一点对于后方球员 尤其中后场球员的个人表现要求很高 不能出现像刚刚那样一对一直接被过掉的情况 中和国安队员在中场的控制 奥斯托 条程来到中间 再向前给一个直传 想要给身后中路 这次苏尼高队员的话中路站的位置比较稳 我们看到特希拉只要一打到球 中和国安这边至少两到三人就得过来飞身围堵 又是双方的对角 球出了边线 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拼刺刀这样的场面太多了 包括苏尘和池中国的上场 可以看到今天北京中央国安队对自己诱入的保护 做的比上一场好了很多 而也针对江苏苏尼一构主攻点特希拉这一侧 看江苏苏尼一构是否在进攻方向上做一些调整 左边路 节奏的变化 这球传的球速很快 侯森这一下第一下没将球拿住 好在第二反应不错 杨晓天 杨晓天第一轮的中超联赛表现就挺好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黄子昌也是感谢的第一个人说是杨晓天 说天哥对我的帮助很大 先来看看中和国安这一次的反击 前面只有巴坎布一点 他们还是室友是吧 室友好朋友 这一次 李磊和巴坎布两个人也是打了一个招呼 其实呢 江苏尼一构这边倒不怕中和国安队员把球给开起来 因为无论是李昂还是帕莱塔 两个人的正面防守跟高空防守都是他们的看家本人 尤其是帕莱塔 可能大家对他刚来到中超 表现如何是心里有一点不安的 毕竟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 而且年龄可能也相对来说大了一点 是 他现在来看至少意大利教练挑后位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第一场比赛赢得了满堂彩 而且帕莱塔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在罚定位球的时候 他的这个投球功力也非常的不错 算是意大利的边缘国久这样的实力 后场 中和国安队员的短传控制 奥斯托要回来进一下球 他梳理一下进攻 这一次右边路将球断了下来 吉祥和谢鹏飞两个人的配合 当谢鹏飞稍稍回撤或者往中路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 松尼一购的队员向田一农的话 他会迅速拉到边路来跑出空档 将松尼一购的队员在时刻准备着去踢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田一农和吃中国 这两名队员的话过往也是在沿边复得效力 过往是中场的好搭档 今天的话要在场上互为对手了 他们对彼此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今天吃中国的出场让北京中央国安队在中场的控制做得比上一场好很多 这也对江苏宿明一购提出了一个新的考验 就是中路的配合看上去是很难打穿对手的三道防线 另外在第一场比赛取得进球之后 黄子昌相信也会成为今年中场联赛 又二十三球员被其他球队研究最多的一个变形了 这是韦诗豪打门 哇 这条球打进了 上半场比赛开始22分钟的时间 北京中央国安做客打进了一进的确非常漂亮的世界波 由韦诗豪 这一脚打门的话差不多有27米靠上了 皮球的速度力量都是上乘 韦诗豪经常会在强强对话中有一些上加的表现 这条射门也是他完全个人进攻特点的展现了 让我回想起来 他之前在代表国家队在常州的那一次亚青赛的比赛当中 那一次个人的40米的突袭 那要求虽然没有打进 但是也非常的具有威胁 那韦诗豪这个进球的话 从松仑一垢的方面来讲的话 对于点的限制 因为韦诗豪今天脚锋比较顺 接下来中路的防守可能阵型得稍微再往前压一下 其实这球我们说应该是高天 这一点已经是做到自己能做的 赶过来已经补了 韦诗豪经也是 为什么在他这个年龄段是中国最好的球员之一 固然在性格方面可能还有很多要雕折的地方 但是他的球技 尤其是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主场作战却一球落后 将苏军一垢的话 在主场的确要经历一些比赛的困难 但是比赛的时间还很多 来看一看他们的进行的调整 而客场作战的中和国安的确会踢得更加轻松一点 心态上是占据优势 中路 看一看特谢拉 个人能力 吸引了两名队员的防守 要自己突吗 从人方当中将球摘了出来 再分给队友杨晓天 这下汤的有一些大 这个球又是可以看到吃中国的作用 它在边路这样的保护 使得边路的两位队友有很好的处理球的方式 比如说选择放一条线给对手 相信有队友在补位 今天我觉得江苏苏军一垢在进攻中 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往右边路发展 毕竟对手的防守重心是非常明确的 这时候必时积蓄 双方中场的纠缠 向前送出的船地 这是吉祥赶过来的部位 江苏拿住 中央官员队员在前场抢得非常的凶 这一次他们的推船顶得比较高 推得比较高 而帕莱塔这边的话赶紧大脚解围 将球拿住 找一下谢鹏飞 苏尼一购队员了 现在心态上不能慌乱 他们得多控制球 把比赛的节奏往自己这边拖一下 谢鹏飞这一脚的转移思路很清晰 充分利用了丹京奥体中心球场的宽度 梁晓天将球给到中间 无锡再想送出一具极具想象力的直塞 不过防守当中 瓢城的断球也挺不错的 这个球虽然说最后的进攻 是没有形成实质的威胁 但是支持人的进攻思路是正确的 如果你始终把球放在自己的左路的话 对手防守权太多 而在转移到左路的时候 就会创造更好的机会 再把球往右边转 这球给的可能稍微有一些飘 谢鹏飞赶回来停了 自己的技术动作 没有完全调整好 将球护一下 奥斯托的个人技术 也的确不错 李扬的上墙 再经过一次对角 这个时候 修尼购的其他队员 要补一下中后位的位置 奥斯托今天的站位比较靠后 更像是一个传统的炮手 用他来输送炮弹 这也是他非常擅长的位置 今天多了朴成的话 北京中后国安在中场组织方面的压力大为环境 这次吉祥处理的比较聪明 胸部停球停给顾超 因为朴成任命队员 大家也都知道 他也是中场可以踢很多位置的球员 传控能力也不错 奔跑能力也挺好 打杨晓天这一边 到中间 高天逸送出直塞 黄子昌摆脱 自己走中路 很有自信 找到谢峰飞 不调整直接穿中 比赛对于黄子昌来说 要做的东西就更多了 如果一直留在前场的话 很容易拿不到球 就刚刚这样回撤出来接一下也是很重要的 每次好 现在受到了江苏尼伊购队员中场的格外的照顾 中和公安的防守犯规 来自吃中国的犯规 当吃中国和奥古斯托搭档的时候 两个人不光是去年中超传球第一第二的球员 在地面拼抢 吃中国也是最多 抢断也是最多 中场的攻防两端都是非常的强硬 今天对于江苏尼伊购来说的 就是我个人认为是要避开对手强势的中场防守 尽可能的从两个边路来寻找一些突破 定位球 喘前点 投球蹭了一下 应该是一个角球 中国国安队员将球破坏手的底线 江苏尼伊购去年的40个连赛进球之中 是有9个球是通过定位球打进的 定位球进球的比例不算太高 但是在主场他们的定位球还是很有杀伤力 今年多了帕莱塔 看看定位球能否处理的更好 特琪拉这个球 想直接倒攻吗 看一看进球外 点左脚 大力的抽射 这脚打门依然是力道十足 还是运气稍微差一点 偏了一些 杨孝天 杨孝天也是一位冲击力极强的队员 更多的时候 在罚角球定位球的时候 他在拖到最后面来进行防守端的保护 这样射门打的也还可以 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楚 这个时候如果再做其他的细致处理 万一被对手断球的话 很容易形成危险 有的时候这样一脚解围 应该说是这样一脚射门 也带着一点点解围的性质 中场的纠缠 高天翼和比埃拉 石中国更多的是做一下串联 而右边的话这是维士豪 将球分到左边 这球传的比较靠近防守队员 防守一方的苏尼古队员杨孝天 倒地的划铲 将球破坏 可能去年开季的时候 江苏苏尼古还是受双线作战亚冠的影响 今年开季之后觉得球员们的劲儿特别足 对 哇 这个半个小时踢的 感觉咱俩这个嘴基本上就没停过 五大联赛的节奏 对 比赛的节奏特别快 也没有哪一方呢 说想把球先稳一稳 缓一缓踢 中路摆脱 传递 田一农 右边是有队员接应的 找到谢鹏飞 自己在套边 新年两名队员防守之后呢 再往中路做球 高天一这一脚的直传啊 稍微传的有待改善一点 基本上是传到了中和国安队员跑动的线路上 今天也不能说很怪高天一 给他的定位呢 就是要拖后更多的保护 这个球犯规了 高天一自己的传球出现失误之后呢 赶紧向回跑 追着奥古斯托 但是奥古斯托 他的挑球和护球能力呢 也是上乘 奥古斯托绝对速度不快 但技术挺好 去年奥古斯托 虽说在传球速度上 是排在中超第二 不如吃入莫多 但他的有一项数据 远远超过中超的其他球员 就是5590次的触球 超过第二名500次之多 在中上是一个绝对的核心 有的时候他带起球来 中国球员很难限制他 有的时候被迫是要犯规 毕竟巴西国脚啊 巴西正硬国脚 这是帕莱塔的优势 高空球的低点呢 基本上他都能够抢到 在跟巴坎布的几次对话当中 球只要开起来 都是帕莱塔说的算 章鱼赶过来的解围 对球黄金昌就起到了自己一个突现前锋的作用 BGS2对手的两名后卫 帮助本队拿到球权 他的积极跑动 也为球队赢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 杨小天再往右边转移 江苏宁一购的队员今天在场上 打的这个球场的宽度利用的很不错 这次高点到进区之内 稍稍靠后了一点 其实这儿我们就想说的是 在运动战当中呢 江苏宁一购的前场几个队员呢 都身体不是特别的强壮 身高也不是特别高 如果要传中 一定要再传的巧妙一点 包括防守墙在内 对或者说是可以再尝试边路 再打一些配合 所以说今天在中路对抗上 因为球员的技术特点呢 包括整个阵型战术 可能会稍微有点吃亏 但是边路呢 我想江苏宁一购 还是有文章可做的 右边路的盘带 想送出一次直塞 曾宁一购的队员整体站位的话 还是偏重防守一点 再找到右边的空档 对于中路的防守呢 是江苏宁一购这边 今天格外重视的 俞阳 双中位靠左的位置 这次的斜长船 吉祥是阅读出了意图 投球还是显示点给了队友 这就是反击的机会 挡过来补位的张宇 这位置补的还真挺好 对 这个球 谢公飞可能如果传球更冒险一点 给到中路的队友 或许机会更大 我想刚刚这种后场断球的反击 江苏宁一购是更要把握机会了 张宇再开一个大脚 这是要直接掉射吗 这脚球的准星差了一些 巴坎布 好像是在刚刚的拼抢当中的话 左脚的脚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对一进场进行一下治疗 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抗程度 巴坎布也得做好充分的适应 或许西甲联赛的确是世界高水平的联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在西甲踢的不错 来中超就一定能如鱼得水 真的是这样 而且对于巴坎布来说 我想他在中超应该想想自己踢法上是否做一些改变 跟他之前所在的黄色前驶艇来相比 中场的支援可能要略微差一点 这还是刚刚韦世豪的进球 这小球打的确实质量很高 韦世豪 他是这场比赛前半个小时当中 让我们意向深刻的球员 他那一次远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 这是通过慢动作来告诉大家 巴坎布自己小腿感到不适的原因 刚刚是有和高天翼两个人的直接身体对话 中路 找一下田一农 田一农是过渡 谢鹏飞 稍稍跑重了一点 走短船了 王子昌 吉祥在准备开始加速 两个人跑重了 强行的传中 这球被破坏出了边线 王子昌这名小将真的是在场上完完全全的不怯场 刚刚这几步节奏的调整 他的这种身体类型踢球的风格 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小钢炮 他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高度 但是冲击力很粗 我是感慨他好像成熟度很高 太像这个年龄的球员 大力的边线球 巴坎布投球顶一下 这次就是帕莱塔 他的防守就是移动成墙 其实从第一场江苏宿明一构上的这4名U23的球员来看 以他们的年龄来说还能再踢3年U23 他们第一场江苏宿明一构上的不是U23 他们上的是U21 所以我说像黄子昌能有这样的成熟度 我是很觉得精良 这下的传球线路很贼 到远达投球点一下 哇 这球可惜没有顶正啊 吉祥 传的妙 就像是拉大提琴一样 拉出一道最美妙的足球场上的音乐弧线 而跟上去的特谢拉 他是猫在最后面 狠贼的跑位 抢到了点 这个球张宇有点判断失误了 但可惜特谢拉投球呢 不是他技术特点中最强的环节 就打在了横梁上面 运气也不是很好 吉祥的右脚啊 难怪是球队的第一定位球手 他的这个右脚的呼线呢 很美妙 这一个呼线是直接把国安的后防线全给绕过去了 这是中和国安的进攻 巴坎布调整 要打门 摆在他面前的又是帕莱塔 刚刚其实28号江涛对于特谢拉的冰棚已经不错了 他一直在跟着特谢拉跑 但是呢 对于这个球的线路预判 江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的 中和国安前场右边的脚球 看一看奥古斯托 顾超在大声的呼喊队友的站位 去年北京中和国安的定位球进球 占他们全部进球的36% 这点是远超过中超的平均值 定位球是北京中和国安队非常擅长的进球方式 这个球传起来 落点 球还在进去之内直上直下 双方抢得很凶 再来起跳一次 裁判距离很近 是攻方中和国安队员的犯规 比埃拉呢 应该是在身后轻轻的一拉拽 顾超稍微有些犹豫 还是选择了开大脚 找左边 这球传的队友得稍稍小心一点了 由于队员的整体站位都比较靠前 我们看一下杨涛天跟顾超的一个交流 这个手势的话 应该还是要稳住 别太急 中和国安右边路的进攻 上半场最后阶段 心态的调整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控球权 等于是在对手的手中 由于江苏宋军一购的球员来说 先把这半场稳住 慢慢再等下半场的调整 毕竟因为U23政策的关系 主动权其实在他们这边 巴坎布这较车门有失水准 既没有打正方向 也没有踢出力量 今天巴坎布在应该说是去年 2017年 在西亚联赛表现很好 但整体来说 还是再来看这次的投球 这个线路确实好 这个线路是绕过了张椅 绕过了江涛 绕过了宇阳 是的 刚刚说到巴坎布 在去年的表现 很多时候是这种拉边的表现 还有反击战的强领部门 这要说作为这种中锋 背身拿球 再转身再射门 这样的进球 在他的所有进球中 算是很少的 尽管巴坎布看上去 这个球员长得是很硬气 但是如果常看西甲的朋友 常看PPT给您转过西甲的朋友 是知道 比莱莱尔还是一支打传控的球队 不是那种中锋踢法 没错 所以中河国安这边又买了比埃拉 比埃拉也是 大加安利岛上 拉斯帕尔马斯的进攻核心 回到比赛当中 这一次苏宁一购左边路的进攻 中场的没抢 四人小组 连续的短传 特歇拉调整 想往中间走 抹过来 再继续身体的平衡 受到了破坏 队友还可以赶过来补一下 石身路犹豫了之下 补吹了之前特歇拉 受侵犯的那一次犯规 之前是选择给一个有力 之后在球队到之后 再把这一次判罚吹回来 张宇和调成 再加上比埃拉 三人的围墙 最后是比埃拉的犯规 如果没有比埃拉 这一下特歇拉还能够继续控球 这种身体的调整能力实在是太强 这个位置距离有点远 直接打门恐怕是有一点勉强 来看看这个定位球 哇 李昂站在了球前 可能真的要打了 他要打门了 镜头立马切到了侯森 镜头语言也很丰富 开始助跑 好 左脚的爆射 低射有一个折射 球是出了底线 脚球 战术脚球 这个摄入脚球 还有意图有点明显 中和国安的反击 调成这一点 想向左路进行转移 跑在最边上的是比埃拉 他的个人技术是非常的不错 宋尼一购队员整体的退防 也比较及时 维师豪拿球了 李磊在等 但维师豪这个球带的 有点太靠边路了 脚下的活确实细 中路 人球封过 第二名补防的宋尼购队员 将球断了下来 宋尼购的防守也够坚决了 中场非常强硬 中路的防守非常强硬 这一点真的是能明显感到 跟去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空球权可以扔给你 但是我有我绝对意义上的 不容侵犯的防守领地 到了这个领地的话 我们说这种意大利足足的特点 就显示出来了 确实 防守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 防守是一个体系的事情 刚刚帕莱塔和 巴坎布 巴坎布是吃到了防牌 应该是一个肘肌的动作 因为在身体的对抗当中的话 巴坎布这上半场踢的 应该挺别扭的 刚刚又是有一个直接报道 无锡的动作 对不起 报道田一农的动作 这是一个 很像是摔跤的动作 对啊 爆摔 谢鹏飞 没有对自己身后 对手的站位 用清晰的判断 出球速度稍慢一点 国安队员脚下也确实是快 比埃拉 再脚维持好 一对一 面对吉祥 个人的盘待 连续的变相 比赛 比如去年加速孙明一垢是整个中超吃黄牌最多的球队 那今年的防守也是明显的干净的很多 刚刚这种球在近距离很容易出现防守的犯规 是选择站住位置 最终是准确的判断到球的运动方向 今天尽管这个丢球呢 可能江苏孙明一垢的球迷觉得有点不开心 这个上墙很漂亮 转移 哎呀 最后两步呢 速度没有提起来 但我们说这个丢球毕竟是对手打出一脚世界波 并不是说自己防守体系出现了特别大的问题 而绝大部分时间呢 今天江苏孙明一垢的防线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末段 场上的比分是0比1 主场作战的江苏孙明一垢 暂时一球落后 北京中和关 巴桿布也是想回来拿球啊 但是他今天遭遇到的压力 其实巴桿布有的时候吸引的防守 他真是解放了 维志豪 维志豪比安拉 今天拿球自由空间太大 前场的短船配合 中路巴桿布 转过身来 想找队友 兴依购队员退防是快 裁判没有享受 仍然是中和关队员继续进攻 巴桿布 在三人的报价当中 这次防守策略非常成功 就是在中场已经是失控 后脚线没有办法提供保护的情况下 整条后方线全部缩在近距离 还是一条心先把中路防住 边路哪怕留出一些空当来的话呢 毕竟不是主要的威胁 今天江苏顺利依购在中路的防守 确实是做得相当好 顺利依购正好是赛季的前两场 面对的对手其实都是以传控为特点为擅长的 包括第一场的贵州 横峰 曼萨诺购王也是在上海力气生花 跟北京中央和国安指教过 上场比赛有两分钟的补食 踢完这半场 两天队员中场休息的时候得好好歇一歇 节奏极快 战术的定位球推向右边 在船中 这是中复国安这边的脚球 上场结束前是防守有点松 从过去1617年两年的中超统计数据来看 上半场最容易出现进球的 就是31分钟到上半场结束前的这个时段 只能下降的时候容易出现进球 即使最后只有一分钟也不能掉以轻心 再进行转移往左边 想找奥古斯多这一点 球船还真是又长又准 帕莱塔又上来了 看一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这球给过来了 前场的一个三打四 黄子昌要选择自己来吗 走中路 挑船 天队员点到中间 无吸 踢到放入队员的身上之后 天队员又拿到了球 往中间扫 双方的对角爬起来 左脚再给到里面 这球应该是主裁判吹了一个手球 天队员这边的手球 打出一次反击 中复国安的防线也得赶紧防了 如果说黄子昌没有选择这种高空球的传球方式 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想他本身表现的已经很冷静了 确实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前场球员 是一个比较大气看上去很成熟的攻击球员 这边很多我们跟其他球队或者同年龄段的U23队员比 好各位PPT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跟随镜头再次回到南京奥体中心 这是江苏苏宁一购的中超主场 2018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军协会超级联赛第二轮 江苏苏宁一购主场对上北京中复国安的下半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双方在上半场的比分是0比1 主场作战的江苏苏宁一购暂时落后于北京中复国安 为中复国安打入进球的是目前在国内中超联赛的 定级新生代的年轻小生韦氏豪 在下半场开始这镜头也是给到了韦氏豪 下半场开始这边我们看到江苏宁一购是率先做出了换人调整 13号桃园应该是登场换下的是无锡这一点 应该说这个换人调整的话 金金老师是不是意味着卡佩罗在自己的主场 已经要率先开始球变了呢 我觉得球队很有可能是要发起进攻了 这样的话在中场对抗付出一些下降的代价 但是呢边路或许多增加一个能够接应配合的点 没错 双方在下半场比赛进行换边 主队呢 孙宁一购这边是从右向左进攻 而客队中复国安是从左向右进攻 本场比赛的中文解说由欣廷老师和我梁湘宇为大家带来 双方在前45分钟是踢了一个节奏极快的上半场 大家看的估计眼睛眨眼都得注意一下时间了 这次的上墙 我是真的非常欣赏上半场双方的踢法 不光是这种比赛的节奏快 而且双方的失误也不多 传接球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相比去年真的是两队都有比较大的提升 没错 都在各自比较擅长的这种足球风格特点当中呢 给我们奉献出了一场中超的联赛 也是希望我们的联赛呢能够越踢越精彩 这次是中和国安队员前场的控制球 把赶布再把球给到右边调成这一点 杨孝天赶过来防守一下 特谢拉也是回到位置 要进行一个横向的转移 左边 不过对于换人调整的话 把球队的队长吴希 因为我们知道吴希的话 他是一个中场多面手 可防 可攻 当然今天具体的站位偏重进攻一点 换他这一点来上桃园 或许反正这是在我个人本人来说的话 稍稍有点没想到的一个调整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冒险的调整 也可以说是在落后情况下 球队做出这样的选择 要想办法在进攻中打出一些变化出来 不过现在看球队的站位 现在的站位的话应该是24号吉祥 他挪到了一个中楼的位置 这是江森尼购在全队当中最拳动的一个球员 而桃园是去踢到了一个右边后位 所以我说这个换人的可能也不是说 我们想象中的增加一个边路进攻权园这么简单 具体中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具体权园的站位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吉祥是站在中路 吉祥现在在场上也是带上了队长的秀标 这样的话两场中超联赛到目前为止 吉祥已经踢了三条线的各个位置了 杨小天在左边开始加速 他个人的盘带速度是非常快 将球给到了特谢拉 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和国安队员对于特谢拉的这种严密盯防 江涛是一直跟着出来 搬到右边 节奏稍稍停滞了一下 黄子昌 他是要背身出来拿一下球 打得局面范围 局部范围之内稍微挤了一些 球是出了边线 差一句话 感觉今天章宇这种中超的首秀 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 慢慢的也是越踢越适用了 刚才还在伸手指挥队友 踢后卫的队员就得在球场上 不分我们说这个球龄长或短 得有一定的霸气 对 这是特谢拉 把球给到进行之内 吉祥倒三角 特谢拉 这一几步没追上 类似特谢拉了 他先到左边去传 又得往中路去扯 吉祥真的是圈能 他在场上的任何一个位置的话 都可以提出不错的跟队友的配合 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恰当的比喻 大家说这个劲往一处是 实际上比赛上半场 江苏宗宇一购如果只论进攻来说 表现最好的球员 毫无疑问是特谢拉吉祥和杨孝天 而这个化人调整之后 吉祥等于是打在无锡的左中场的位置 而把右路让给了桃园 这样的话 等于是三个状态最好的进攻 虽然都放在左路 他们就能打出像刚刚这样的配合 没错 相信这也是卡贝罗 博格斯尼古的教练组 对于自己队员上半场比赛的 一个细致的评估 毕竟球队现在处在落后 一定是要占据下半场的 这个进攻方面的主导权 可以看这五分钟来看 球队其实战术还是四三三没有改变 只是把自己墙放到了无锡的位置上 无锡在第一场联赛之前也说过 是受过一些轻伤 可能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佳 这一次上前的抢断 是左边和杨孝天一直活动到了中路 这个球真的也得说是 北京中和国安中场太强硬了 而且中和国安的中场队员 他们的个人传控技术都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奥古斯托 他的长船转移到了右边 江涛上来了 特歇拉的回防也非常的努力和积极 江涛我想今天任务也很明确 当好边路的接应点 不希望你边路创造出特别多的机会 但是球过来这的时候你接一下就行 由于中和国安前场的进攻实力太强 所以说他们反而可以在进攻当中 就像橄榄球一样 先来看看这次边路通过 这球过了 再倒三脚传 再跟上去一脚推射 把杆布的推射受到了防守一方的干扰 这球竟然一脚射门踢出了边线 但这个球实在是过人能力太强了 完全想不到奥古斯托竟然是原地起诉 一个传当过人 而且奥古斯托他的绝对速度没有那么的快 他主要是个人的盘带节奏好 而且小技术很优秀 巴坎布今天可能还是在跟自己较劲的过程当中 这是巴坎布的传中到左侧的远端 属于明显还不知道队友都在哪 对 他只是传了一个线路 默契上还是有待提升 看看苏丁一够的反击 这就要早早地传出来 从右打到左边 特谢拉 这下的上抢 江涛 又是一次犯规 快发定位球 就是江苏宁构这边坚持要打自己的左边路 对 这个坏人把吉祥换过来之后 那就攻击目标很明确了 但现在这边不错 再把球给到右边 桃园选择一个低球的传中 自己再把球重新球前拿回来 换左脚 再给 给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 刚刚这个球如果说 近距离有一个配来 这球直接一个高球砸过来 威胁会大很多 被迫传低球 你就有这种前脸被拦堵的风险 没错 刚刚小将高天翼在中场这一次的拦截 和原地转身其实不错 我们也说了 U23小将高天翼今天承担的防守压力 是非常大的 确实对位的是巴西正硬国奖 行行老师我想说的是 可能高天翼他的对位有点太多了 因为中国国安前场的攻击点 非常的分散 他不仅要站住自己的防守位置 还要谁到他的区域 就要对他进行严密的 比埃拉这样的 没错 甚至是 维世豪刚刚那次打门进球 也是在高天翼这个区域 高天翼已经是扑到了 基本的射门区域 下半长江苏孙律一购 可以想见 北京中国国安队本身 他们以控球现场 下半长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控球 江苏孙律一购要把握的是有限的进攻机会 下半长进攻的成功率要更为提升了 要抓进攻效率 上半场的脊脚远射 打的质量也都挺高 桃团员赶过来对李磊两个人的一对一 李磊亮枪了一下 桃团的护球 吹了李磊的一个犯规 李磊好像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向前蹬的这两步 没有调整好 所以说起来谢翁飞去年呢 在整个中山联赛14次替补出场 有的时候还是能够有一些亮点 他今天先发出战呢 或许也是逆足的关系 表现还是有待提升 对 毕竟是第一场 又是主场 虽然这个状态稍微有一点紧 中场的抢断 倒地的铲球 裁判距离很近 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应该是吉祥的防守 经验很足 给到中间 田一龙先护一下球 右边路的进攻 黄泽昌再过来给压力 比领了保险起见 直接将球踢出边线 这次中场的肉搏战 将是孙女英国 把这球抢了来多不容易 不过现在看到吉祥来到中场之后 确实也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 差一点能够抢了 这是比亚拉 将球往左边分 中路的强行超车 倒地了 这是防守一方 苏尼英国队员的犯规 维世豪 他的带球的这种盘带 突破变相 速度确实快 桃源由于自己的 绝对防守位置已经失去了 不得以上手有一个拉拽 维世豪如果保持今天的状态 今年会成为 他职业生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为北京中国国安队 很仰荡他这种中路起诉 给球队带来节奏变化的一个打法 再加上他是又23队员 这当然 太好用了 下场比赛开始接近10分钟的时间 双方依然保持着上半场的一个高水准的比赛节奏 奥古斯多 过来拿一下球 再进行长距离向左前方的转移 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远拉也是西亚球员中相当少见的这种无球 非常出错的球 吉祥这球漂亮啊 其实已经是犯规了 有力 有力 吉祥在中场有种又当爸又当妈的感觉 攻防都得靠他 看一看特歇拉 这球给到中间调整 右脚大门 提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来自田一龙的射门尝试 这田一龙可能毕竟还是偏重防守一点的球员 这小球自己两步没捣顺 对 但这次进攻套路是对的 就是特歇拉拿球的时候 你们需要往前走 需要给他一个传球路线 田一龙这一次呢 跑位是跑到位置上 只可惜最后自己没处理好 看一看脚球 前点并没有开起来 调整之后 特歇拉再转号球速 还在精神内要倒钩 侯森呢 赶紧大声的呼喊自己的队友 你们对于高点的这种控制呢 好像是有点差 而康子昌 虽然说这个倒钩的质量比较一般 但是敢于在 作为一名U23小将 敢于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 做出这种动作 我们得点个赞 绝对要的 感觉他在场上 就是处于一种很放松的心态 我场上上来让我打先发 我不是通过U23或者怎样的关系打先发 我就是球队的主力中锋 他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考虑到他的年龄 这真是很了不起 这次又是黄泽昌将球停了下来 是直接接到了帕莱塔后场的长船 江苏宁一购右边路的进攻 短船到了进去之内 这次滑倒了 黄泽昌也是个人表示非常的懊恼 李磊这边的压力有点大 但我想这一次进攻组织 又是从这位小将发起 在场上真的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李磊和于阳 左边中和国安的防守两兄弟 得注意力加强一些了 前场的抢断 高天意将就稳一点先回座 这段时间 苏宁一购在场上队员进攻启示了 张球控制了下来 出球稍微慢一点 球就没了 看这个球254都确实防守经验丰富 他其实手上是有犯规的 但是呢 有经验的球员 他可以把持这个尺度 再看也不会吹 刚刚那一下的手上动作 我们看中和国安的中前场队员 基本上人人都会一招 叫做停球原地转一圈 这个话说的很俗 其实最直白的解读呢 就是球员个人的盘带能力 控制能力都很强 哇 这个球前场断下来了 黄泽昌调整之后 稍微磕半了一下 还是给到了特希拉 调整回来 船 远端 完成了解围 吉祥 再打门 调整 再扫一下 这一球 我们来看看怎么判法 应该球权是给回到了 北京中守国安 是阅位在先了 谢鹏飞赶快来跟边才 进行一下交流 是人路 先让所有队员先离开自己 这个球吹了 好像是黄子昌的一个阅位 所以说这个球 最后边才的吹法是阅位 但这两球打的是真不错 而且它是一系列的进攻 现在呢 江苏宁一购他们的进攻 像是一个大锤一样 不停地在敲打着 北京中和国安的防线 我们通过帮动作再来看一看 这个船走后点呢 李磊坐得已经不错了 先顶出来 好 没错 吉祥在打门的时候了 黄子昌的位置 是更靠近侯森的 对 这个阅位的吹法是没有问题 但我还是想说 黄子昌这脚球 能完成这样高这样的射门 也很不容易 很有难度的一脚转身打门 这个真的是江苏宋宁一购 这个赛季的一个惊喜 主裁判 施日露启用了视频 VR的视频裁判 当然我们通过刚刚的慢动作来看的话 编才的判法应该是准确的 对 这一次编才的判法应该是准确的 可以看到两队的这种年轻球员 123球员都有好表现 让我们非常感动 维持研判 陈日露示意侯森可以来罚定位球了 这段时间 中和国安队员在场上的控球拳 丢掉了 他们更多的时候在防守 苏尼一过的进攻又来了 特杰拉一对二扣回来 左路 田一东传球 第一球抢前点 又是黄子昌 侯森做出了精彩的铺就 黄子昌这一次是选择了一个鱼钩跑 绕回来到前点打门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缺点 扬长而弊短 他在联赛中的进球也是绕前点 知道自己在身材上没有优势 这段时间这位小匠 真是场上亮点不断 我想北京中和国安队 也需要在黄子昌这一点上 稍微注意一点 没错 我们知道篮球比赛是有暂停 足球比赛可是没有暂停的 如果足球比赛有暂停 施密特现在一定会按下暂停键 跟自己的队友布置一下 现在他们的中前场是有点失控 右路防守压力在增加 对 高天一 我们知道U23队员使用 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教练来说 都是一个冒险 但毫无疑问 杨苏宁易购今天首发的这两位U23队员 一攻一防两端都是足够尽力 当然高天一更多的时候 是在承担了一个无名英雄的责任 这样比赛防守压力太大了 但我想这样的比赛对于他来说 也正好是个锻炼机会 毕竟像北京中和国安这么强的中前场 也不是时差能遇到 中和国安的中前场的人员搭配 纸念实力应该是中超顶级的 应该是最顶尖一档 中路 张伦克来 中和国安的进攻 这球并没有越位 推射 球进了 这一次是一次经典的中路 编才是举棋了 认为巴坎布越位了 越不越位 等一下看看慢动作 或者是看时针路要不要启用视频技术 编才是稍作犹豫之后将棋举了起来 这个球恐怕要看一下视频助理了 很接近 很接近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球恐怕视频裁判 都得犹豫了一下了 因为给咱俩的直观感觉 一看这个回放 不敢立刻说 对 因为是在右路拖着一个防守球员 对 右边后卫 不过现在看上去裁判也是不打算看视频了吗 时针路 巴坎布 稍微占个眼底等一下 看这个比赛节奏样子应该还是要启用 好像还是在看 边才的原判是一个越位 噢 视频助理裁判改判了 视频囚禁 那客场作战的北京重要公安 现在是2比0领先 江苏苏宁易购 这是视频VR技术 在这个中超赛季 它发挥的一次改变比分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是改变了裁判 当时裁判的原判 是的 不过江苏孙明以后的比赛 连续两场比赛视频 助理裁判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因为主要是右路拖着一位防守球员 对 这一下 我们看到其实是谁呢 比赛他中场先个人的摆脱 他从后向前有一个冲劲 冲起来之后 跟巴坎布两个人同步 巴坎布突然提速 他给身后 巴坎布 自己中超生涯的第一个进球 来的稍微磕磕绊绊了一下 不过最终还是算尽了 那么现在场上的局面来说 对于主场作战的江苏孙明一购 就比较的被动 因为之前他们在场上的形势是极具占优的 确实这个球右边拖的 应该是桃源 这个防守中是犯了一个错误 但应该看到北京中河国安这种西甲组合的威力 你也是看到他们展现了 两个人踢球是在一个频道上 对 过往在西甲联赛他们是对手 但是来到了中河国安是最佳拍档 比亚拉这个球员在整个的 他所在的西甲球队很弱 今年有可能是会降级 但是这位球员他自己的表现非常好 尤其是在中间场他能够起到这种二先锋的作用 脚下又能拿球又能够给队友传球 江苏苏宁一购的队员在场上的话 这个时候不是他们心态过分低落的时候 其实算上不时的话 比赛还有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在下半场刚刚开始的十几分钟的进攻战术 是行之有效的 只是比较可惜差一个进球 那北京中河国安在场上 也的确找到了另外一种进攻的思路 他们的中场突然断球 打快的这一下打的效率也是极高 双方的较量还在继续 八坦步 吉祥赶过来的防守 朴城再把球向中路做一下 后场的指挥官 奥古斯托今天踢的也算得上游刃有余 把他的这种大局观和足球比赛的调度性 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埃拉中路跟朴城做出的配合 朴城向往右路去给切一下 不过江涛呢 他的踢法相对保守一点 他尽管是活动到了进攻的右前方 但是轻易不敢下地 因为今天他的任务是防特歇拉 轻易来说呢 我想教练对这里的要求就是 做好防守就行了 进攻中不用投入太多 而不然比赛特歇拉 虽说也不是一两个球员能防住的 确实也没有给投掀开这个球 基地里这种配合打得很快很流畅 就这样北京中央国安把这种传控进攻打出来的话 任何球队都很难防守 好这边的话江苏苏尼一购打算做出换人调整 那高天义是被替换下场 上场的是12号张晓斌 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调整 卡贝罗打出了第二张牌 可能高天义他现在的防守压力 当然随着比赛时间进行 他的体能状况都会下降 小伙子今天表现得不错 第一场的中少联赛踢得也挺好 这下的传球 没出 好像还真没出边线 就得很漂亮 进攻 再来找到特歇拉这一点 想完成个人的突破 这次是吹了中央国安防守队员的阻挡犯规 这两步是真的跟不上 特歇拉代球变相 这个节奏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步往哪会走 这个位置对于苏尼一购队员来说 是一个极好的打门 直接打门的机会 尤其是右脚 主力脚右脚的队员 这是江苏苏尼一购的好机会 特歇拉在这场他受到的盯防 也比上一场会更加的严苛一些 上一场他一个人是打穿了贵州横峰的防守的右边路 这个定位球依然是吉祥站在球前 这个位置吉祥还是有两种选择 可打门可传球 近日之内江苏尼一购也是有超过五名的队员 是埋伏着 而侯森这边是让自己的队友排出了一个三人的人强防住进点 吉祥来了 绕过这枪直接打门超近了 下方的主战进行了一半的实践 吉祥精彩的定位球 他得感谢特歇拉为他赢得的定位球 而自己个人的脚法的确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球侯森排出的三个人强都被吉祥的定位球线路化解了 这个进球对于宋尼一购队员来说太关键了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这样的一种方式 无论从比分上还是从实气上 都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提振 这个球侯森我想他要负一点责任 就是一般来说这种球是防进脚的 站的位置可能还是低估了吉祥的这一脚 在这个进球也更正一下 刚刚我是仔细回去看了一下 刚刚拖在最后面的应该是谢鹏飞 就是造一位失败的这个球 第一时间没有看太清楚 吉祥这是一次点对点 我们说又是球员和门将之间对话的一个胜利 无论说侯森怎么样的站位的失落或者人强的问题 毫无疑问吉祥这个定位球绝对的质量是极高的 发力非常好 其实江苏宁英购今天整个之前一个小时的比赛 就已经有过几次不错的打分机会了 特歇拉回到了场上 而且头上是多了一个运动的绷带 也是的确刚刚跑车撞成墙撞到了江涛的身上 现在这个比赛的气氛又会变得极为的微妙了 特歇拉来回的拉扯 刚刚江涛是倒地了 杨晓天想挑船 两个人在左边路做球 看一看这个球应该是一次脚球 南京奥提中心现场的这个氛围 我们在演播室的通过反送已经是感受到了 钉脚球来了 落点 侯森双拳将球击出 进去外 张宏斌稍作调整 先向回坐一下 杨晓天 中和国安线在场上队员要先把防守布置好 远端 找的是帕莱塔 再传 这一下的解围 朴成做得不是很好 特歇拉又可以拿到球 稍微挺大一点 随后一个变相到了禁区 换右脚 轻轻挑起来 是张宇的解围 奥古斯多该拿拿球了 这个时候只有他是球队的这种大心脏和大脑 这段时间因为朴成在右路的协助防守 整体来说朴成的体力下降很快 这一侧的防守 北京中和国安压力非常大 而伍斯多这一次造成江苏宿命运购的犯规 也是让北京中和国安队稍微缓解了一下局面 这是奥古斯多比赛经验丰富的极致体现 其实中和国安队员应该感受到 当一直处在被压缩防守的时候 球尽量多找找奥古斯多 他是能够把节奏稳住的这种中后场指挥官 当然张小斌他也是尽职尽责 这个球如果被奥古斯多过去了 可能就是一次成功的反击 他付出了一张黄牌的代价 这是刚刚被编才举棋吹掉的黄子昌的那个进球 黄子昌本身进球打的是很漂亮 但是我们通过慢动作 也的确看到了在吉祥射门的一瞬间 黄子昌的约位 哇 这球黄子昌拿到了 中路要不要分队友调整 很自信 到了进去 最后再打门 这脚球没拉开一个角度 前面的盘带根突破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个球如果你不知道 是他在球还以为是一个外源的来自南美的前锋 黄子昌你要进国家队吗 真的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 首先停球转身这一下也就很难得了 拿球很有自信面对两个中围一直在压迫对手 而且不断的变向 我们说在球场上尽管刚刚黄子昌是没有选择分球 是选择了自己来 但大家要注意在球场上踢的毒和踢的合理 可是两回事 刚刚黄子昌的处理其实是步步为营 非常的合理 是的 他一直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 对 而且他是通过自己身体的重心的变化 始终让中和国安的Front队员去惦记着自己两边的队友 其实说起来之前几年我们在看球聊球的时候 一直听说过有一些球迷说有黄子昌这样一个球员 但是说真的平常看到他的机会也很少 今年这个球如果能打进 想必会成为中创的话题 对 反正这个慢动作给的还是在给大家欣赏一下黄子昌的凌空抽射 这球体现他的是打门的脚法 作为射手的素质 而刚刚那个球可不仅是射手的素质 两点的基本功 一个是进去阵内把握机会的能力 一个是在反击当中 首先利用对方防守队员对于高点球判断的失误 将球权拿到 个人盘在当中的个人的脚下的技术等等等等 都是比较的细致 或者说远超过他现在年龄该有的一个在职业顶级联赛的水准 是这样 现在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 好像是侯孙的右脚的球鞋出了一些小问题 那文将的话由于戴着手套 赶过来一样是进行一下 帮助他一下 当然对于主场作战的球迷来说的话 他们要奉上的是虚声 因为江苏速力应勾的球迷会觉得 我们球队现在正在启示 在干嘛呢你们两个人 这也算是有经验的一种做法 有经验 中和公安队员是在合理的利用比赛的规则 让气氛的先缓一下 尽管他们现在呢所谓搁置的时间都会被直针路寄到捕食当中 但是目前的这个场上的风向对于中和公安来说有点不大对 这是一次江苏速力一购队员的后场球 张宏斌的处理球非常的有经验 是中国再转移 这个球给的高球转移 看一看左边 奥古斯多吸引了两名将苏宁一购的防守队员 谢鹏飞也赶回来了 陶渊也赶回来了 这球做到了中路 补偿 双手将球拿住 看一看有没有手抛球的反击 选择了直接开大脚 谁哪一点最有自信 就是找黄子昌 这球 在宇阳的干扰之下 还是努力的用胸部去停一下 因为以他的身材来说 接钢红球应该是他比较薄弱的环球 没错 双方的对角 这一次是吹了苏宁一购 中路队员的防守犯规 吃中国 吃中国是北京政府国安 他们的中控场的清道夫 由于有他在身边 也是的确给奥古斯托 缓解了非常多的防守端的压力 这一次是吉祥倒地的滑产 虽然说是一个贴地的动作 没有亮鞋底 但是整体的冲劲的话 从裁判主观的视野来看 还是有危险动作 确实动作比较大 这个球裁判吹的犯规也没什么问题 还是对江苏宁一购来说 自己防守先做好 对 江苏宁这个球做到了右边 中国国安中路进攻 再跟上去的一脚打门 踢到了城墙身上 帕莱塔挡住了比埃拉的射门尝试 比埃拉今天所伸伸的球鞋 让他在场上极好辨认 大家注意一身绿的那个就是比埃拉 他现在双方也能明显感觉到体能的下降 包括江苏宁一购这边 两个边路的体能下降很多 看一看脚球 奥斯托伐起来 扑超稳健一点 先双拳打出来 这个时候将松金一购这边 整体的阵型一定要有快速的前压 犹如洪水一般直接冲起来了 王子成想完成一次一对一过人 个人的控球 左边还可以将球拿住 这是田一农 田一农的体能稍稍有点下降了 他的这个冲击力 这个球好像给了一个门球 球权是叛回给了北京中和国安这边 田一农表达非常的不理解 田一农确实脚下比较慢 进攻不是他最擅长的方面 这一下是特谢拉 赶过来和朴晨的一次对位 他这个过人过的 感觉是足球游戏当中的技术动作都来了 这个球是江苏尼一构的球权 因为田一农他第一时间是往这个球场内侧去踢的 琴球是往外侧去弹出了 右边路的强吃 杨晓天的速度也很快 赶过来 再进行一个补防 比安拉的球是被断了下来 好球 赶过来不防的是张晓斌 这一次的回铲 巴喊布 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石阵路示意 宋尼购队员赶紧起来 双方现在踢的节奏好快 比较都下降比较多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扛住这一下了 咬着牙梯 这一次的一次反越位 中和国安队员防守队员盲目的倒地产球 来看看传中 挑战 打完本出后自己是直接跪在了点球点附近 这一次打门难度应该是他整场比赛 前77分钟最小的一次 结果给推高了 难度9.9的动作都做完了 做了四套 但是这个球基本动作 常规动作没完成 这个球你能看出他还是一个年轻球员 中和国安的防守队员基本上已经交枪了 大家就是把自己的位置一站 黄泽传也明白 这一次是他在最后关键的一点 其实只要将球压住 轻轻的一推 这么近的距离 他推上去以后这种球速 可能侯森都很难去做出多余的扑球反应 你除非说点特别被把球推到了侯森的身上 这边的话 谢鹏飞被踢宽下场 卡埃伦罗打出了他这场比赛的第三张牌 继续要做换人调整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球员在场上具体的站位和调整 南小亨上场 苏尼高的进攻还在继续 打到左边 江涛的解围 球还在进区里 这是啥解围啊 在船中 对方的队员挡了一下 迪阿拉将球拿住 中央国安可以去踢一下反击 那南小亨的话也是一位U23的队员 非常的年轻 看看他到场上具体去踢的一个站位 是不是和谢鹏飞的一个队位调整 很有可能是要捕足一下自己在左边路的 应该说是在右边路的体能和攻势 小鞋来又来了 给杨小亭 杨小亭连停带过 到进区之内 左脚传起来 正高点 这个犯规是有点盲壮 李磊也是拼了 他作为球队的左边后卫了 现在得时常的补到中路去抢一些高点 因为现在江苏尼一够在场上拼的是这种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让国安的最后一条 这个四人防线呢 总是特别狼狈 李磊这球很聪明 他是收到了中路 要对自己的中后卫的两名队友进行保护 正常比赛 李磊这一次受到的进攻压力不是太大 他有很多的包括助攻到底线 也可以回收保护队友 鞋带好像又开了 这个鞋带是怎么了 侯森是直接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 镜头语言再次给到了世界名帅卡贝罗 石真路是掏出了黄牌 这张黄牌直接给到了侯森 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侯森由于延误比赛时间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队友先帮他去罚一下这个后场的定位球 但是由于在场上目前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和形势 好像受体力影响更多的是北京中和国安的球员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U23新政之下 江苏孙明义购它是在这种政策之下下面上特别的好 这是什么 田径运动员到了禁区 倒地 给回来 哇 这个球黄自昌啊 还是黄自昌啊 过得漂亮 但是队友好像没有完全处理好 黄自昌一个人呢 他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直接是把自己扔进了北京中和国安的禁区 于阳已经是拉再拉 赶过来张宇再补 田一农 跟过来想完成一次补射 不过江涛呢是一直贴了过来 对 这个球江涛立功了 他比较说玉扬作为去年在中超打了29场的一个绝对主力中位 这是中超联赛国内的比较不错的中后位 居然是直接被黄自昌这个球给过掉了 高球 塔莱塔还是能够在空中顶下来 这一次是中场的一个犯规 中和国安队员要利用每一次这样的比赛间歇合理的去把节奏缓下来 他们发现自己常规的控球现在有点控不住了 有点体能的下降 其实我觉得史密特应该考虑把调整这个位置调整一下 觉得他体能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产生能看出来体能下降很明显 史密特的换人调整在哪呢 他现在还必须换两个U23呢 他还得换两个U23 所以场面这么紧张 不怎么敢换 左边路 球是出了底线 这是一个角球 毫无疑问 这个赛季江苏苏宁易钩是刮起了青春风暴 而且他们的这个青春风暴来势汹汹啊 我们这场已经无数次说到了北京中和国安 他们的这种前场的攻击威力 攻击组合那是中超顶尖的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体能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呢 也是出现了各种被动 进去外 要不要来一脚 直接打门 奥古斯托 今天奥古斯托在场上也是无处不散 他也是带上了球队的队长秀标 今天替的就是一个真正队长应该做的 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候 奥古斯托是能够站出来缓解一下场上的节奏 古超这个大脚应该开的再早一点 他现在是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 刚刚好像是边路扔进来一个球 刚说完 这边就要换人了 刘欢上场 还换的是一个不是U23的 应该是边后卫的对位调整 因为江涛这一点太被动了 对 实在是 我想今天江涛已经算是很尽力了 他一个人在后面45分钟 特谢拉加吉祥 再加杨晓天 三个人轮番在冲击他 他有的时候还要补到冲间去帮队友去看一看黄子昌 忙不过来了 刘欢当然他可能还是比较擅长打左路的位置 对 现在当然最后时刻也顾不上了 放上来保持体能 保持体能 这一次脚后跟一抹 赶过来的张宇 张宇这场比赛发挥的也不错 是的 快发 电线球 到了进行之内 特谢拉 个人的调整 给到杨晓天 球要运转起来 依然是特谢拉 他可以面对进攻方向 球在脚下 是巴坎布 赶回来的协防 将球断了下来 比埃拉一高人胆大 在自己的后场也是连续的盘带回坐 高点的争强 最后时刻 江苏宇一钩是 冰零城下 真的是江苏宇一钩 这一批小架能跑 对 这个球船大了 但是现在中和国安的问题是 他们是全线回防了 即便是有的时候球断了下来 但是反击 很难打出来 要换U23了 中和国安这边要换一下7号韦志豪 的确韦志豪最近的十几分钟比赛 我们几乎已经是看不到他了 雷杨 老大哥跟韦志豪说 你先找离边线近一点的地方出去 不要耽误比赛的时间 世人路也是过来 上场的是20号 王子明 镜头刚刚是给到了做客的 北京中和国安的远征军 他们的人数虽然少 但依然是尽职尽责的全场呐喊 王子明的话非常年轻 只有21岁 这个事物很不应该 前场的抢断 这是中和国安的机会 中路开始强行的加速 很少见到帕莱塔出现这种问题 赶过来杨孝天这一下的防守真是干净 但是给队友的这个球 队友可是没有注意到比埃拉的位置 好在是喊了一局 一脚出球 特谢拉还在加速 他要把左边路打通吗 要搅球了 章鱼挺不错的这场 作为一个中超首秀要防特谢拉 脚球 等帕莱塔上来 就是要找帕莱塔这个第一点 田一农很难转身 自己节奏的变化 这是黄子昌 跟队友的配合 打得有点小 默契 现在确实正如梁朝所说 北京中和国安 现在全线回防之后 反击也很难打出来 对 他们在后场传来传去之后 没有特别好的出球点 没有点 因为北京中和国安也没有高中锋 不过今天没有犯规 看一看右边路 杨孝天这个赛季成熟了 他成熟了 过去杨孝天给我们的感觉 是一种勇猛有余 但是有的时候临场的比赛 特别爱扑了一下 但是杨孝天现在这个赛季 在攻防两端打得更沉稳一些 包括还记得上半场补到右路区的那一次结尾 没错 我想有的时候这种意大利的名率 能够给球队确实能带来提升 我们常说的掌球 让球员掌球 这个小北京中和国安也是准备直接再攻一下的 不是在小级区浪费时间的这种战术 脚球开起来 连拉法的脚球 第一点是被防守队员将球顶出禁区 吉祥 吉祥现在球也是越踢越成熟了 他和吴锡的确是江苏重音一构直直球队 国内拳当中的财富老大哥 很多时候他们在场上的成熟 他们在场上的这种作用 就是表率能够迅速的让更多的U23队员成长起来 全场的跑动距离 都是接近100千米的全队跑动 98对上97 这次后场的长船短船 第二脚短船的时候 田一能找特歇拉 我这个失误了 所以我上半场提到江苏苏重音一构 在去年是整个中超 整体的跑动距离第二名的球队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数据不太理想 比如说他们是其实走路时 这个千米是最多的 还有就是整个冲刺跑在中超 只能排在中游 整体的跑动数据 流火细分的话 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 今年这么多的U23小将 现场给人的感觉就跟去年不一样 先看这个球 先看特歇拉踩一个单车 换左脚 倒三脚传下来一个低球 头球又被顶出了禁区 特歇拉也是进攻当中 左路的涌动机 是啊 这下犯规了 这一下可以看出 中和国安的年轻队员 20号 王子明 他的经验不足 脚球 特歇拉要了一个脚球 江苏孙林运购 他们这些U23的球员 可速性非常高 慌子昌在80分钟 还有这样的体能去突破 再开脚球 落点 左边脚球 换成右边脚球 常规的90分钟时间 快到了 左边是由特歇拉来罚 右边是吉祥 跑到了脚球点 看一看 脚球开起来 欧宇侯森这下出击 进区之内好乱 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球门球 李扬 包括帕莱塔 江苏宁一购的每一次定位球 只要打到进区里 就像一个深水炸弹一样 这些后森出击 其实是有点小失误 这是 预扬立功了 他的解围是踢到了 苏宁一购队员身上 弹出了底线 选场比赛有5分钟的补石 因为有3个进球 而且裁判 也是用了很多次的视频 回放 包括后森的 两次系鞋带 新赛季引用视频回放技术之后 场场的补石 这5分钟已经不稀奇了 还有50分钟的时候 比赛最后看到现在你都不好说 最后的底分是什么样的 塔比罗 在临场 跟自己的队友呼喊一下 这个时候 其实翻应该更靠前一点 也得大声喊起来 每一个定位球 对于江苏苏宁一购来说 都是一次好机会 后远端 投球 第二点 这一下中国国安的两名队员去等球了 两个人随便有一个人快出一脚 这球都可以迅速解围 刚才这一次定位球攻防可以看到双方体力下降太大了 好多球员都已经是累得筋疲力尽 左边路 田野农的传球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一方面本身她就不是她的个人特点就不是向前传递了 另外一方面她的体能也出现了下降 李扬的上墙还是文准很 右边 朴城 一对一PK杨孝天 两个人身体纠缠到了一块 有力进攻 田野农 在左边 有二三 再换人 换上的是29号 巴顿 这是一名U23队员 在上赛季他也在中和国安数次的比赛当中的话是有过亮眼的表现 换下的是朴城 最后这三分钟了 U23再不上的话 如果最后真没换上 这就会成为大问题 当然巴顿这个时候上场的话 也是体能 也是有冲劲 他是可以留在 他是可以踢前锋 也可以去踢一个右边前卫 江松一钩 将球直接往禁区里掉 看一看二点 奥古斯托他的比赛经验 比赛技术 场上节奏的运用非常的好 不过这一次是多人的围抢 将球重新断了下来 这是个机会 黄紫昌 右脚外脚 不过远端跳 很成熟的处理球 左脚要打了 没有压住 这脚球打的应该让卡贝卓挺失望的 但我想他对黄紫昌这脚传球 应该是很满意 球门球是由李磊来主罚 可能有点抽筋了 这一下的话抽筋的话 如果对一单价进场的话 张宇就得出场再回来 张宇犹豫了一下自己赶紧站起来 可以看到这一下明显感觉出来 确实是真的抽筋了 这不是作业时间 这是刚刚他防守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点 拖沓 对 这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斜不跟腿 整个球员的下半身都是很僵硬 如果还有后卫可用的话 其实将他换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把张宇换下来 下半场体能都不太好 对 当然我们也说 这是根据新的政策 可能对于施密特来说很难调整 当他上了三外元和一个U23之后 后面的坏人都稍微有点僵硬 对 这球给过来了 出界了好像 先出界 要出进曲解 三人的回方 是真好 对 自己球被断了之后 直接倒地的铲球 这球要给到中间 上方最后时刻 尤其是领先一边的 北京中和国安的队员 他们可以把球传起来 而江苏 苏宁一购的场上就像广播了那么多了 他们现在得是全民皆兵 真正遇上的全攻全守 这球我们来判断 现场的摄像师 别打盹 特杰拉 特杰拉 中路 一脚出球 给中间 特杰拉他远端 连停带过 已经是有拉拽了 哎呀 这脚球是怎么回事 这脚好像不太应该 吉祥可能也是有点着急 是张小斌 他是想完成打门吗 五分钟的捕食已经到了 看一看 时针路还会不会给更多的延长的捕食时间 让比赛完全有点没看够的感觉 因为实在是太激烈了 双方其实都在各自擅长的足球领域 踢出了很多的东西 是一场中超连赛当中高质量的攻防对抗 漂亮 这就是巴顿的优势 首先加速 再扣回来 左脚再传中 这一下 巴顿也急了 巴顿其实这球可以把球拿住了 有现场的气氛 好 这时候的话是这么多 吹响了是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补了5分45秒钟的时间 我们也是恭喜做客的北京中和国安 是迎来了自己新赛季中超连赛的首胜 他们的客场是2比1 击败了江苏苏宁一购 而毫无疑问 主场作战的江苏苏宁一购的队员 给我们踢出了一场极为确幸的比赛 他们全场的这种防守和中场的硬度 以及下半场的拼抢 还有U23球员的表现 都是值得称赞 双方球员整体奉献出高质量的对抗 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很多 本场比赛的中文解说 由星廷老师和我梁湘宇为大家带来 稍后我们也是回到演播室 应该还有赛后的顺材 就是陪各位球迷 再来去细细的品味一下 双方的较量 来一尊 Cait c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日